我們可以把月份怎麼樣呢? 月份的部分可以把它搬到列 不要放到那個值 因為月份加總沒有意義 所以加總月份沒有意義 所以把它放到那個列標籤 你會發現 馬上就會知道說 88年的1月份的毛利 88年的2月毛利為多少 你會發現 這樣的話就會盡然有序 不過一般我們在統計的時候 不會按照月份 而會按照一季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以一季為單位的話 那這個老闆 老闆又問在89月 各年度跟各季的毛利總計 那我今天希望呢 比如說第一季 它的毛利為多少 那每一年度各為多少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首先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說你要把三個月為季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個A5的地方按右鍵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就有個群組有沒有 你可以把三季當成一個群組 也就是說呢 在這裡呢 其實當然也是1 結束也是12 不過呢 兼具值呢 請你改為3 那他就會把三個資料呢 三列的資料放在一起 按一個確定 好各位可以發現1到3 4到6 有沒有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第四季 那這樣他就可以讓我們做每季的分析了 每季的分析 OK 那再來的話呢 第八個問題 各年度加上各季還有什麼 營業處 如果今天還要再把營業處放進來的話 那營業處呢 希望放在哪裡呢 營業處希望放在上面的藍標籤 然後希望把什麼年度再放到 跟月份一季放在一起的話 那首先呢 你可以把營業處先打勾 打勾之後呢 他現在放的位置在哪裡呢 他是直接就把它放到這個 列標籤裡面 可是我今天不要放這裡 我今天希望呢 把列標籤放這裡 年度的部分呢 放這裡 兩個交換一下位置 那怎麼交換呢 其實也非常簡單 那這個就是可以直接拖拉過來 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年度的部分有沒有 油標放上去之後 會有個十字 表示可以移動有沒有 按住不要放 把它搬到哪裡呢 月份的上面 然後呢 在晚營業處呢 油標放在上面 會有出現十字 按住不要放 搬到藍標籤的位置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每一個年度的 每一季的 每一區的 這個毛利都出現了 你就可以一目瞭 這樣要報表很快 就可以產生出來了 這個是在 這個問題八的部分 八十九月的地方 八十九月的地方 那其實 主要就是善用什麼 善用這個移動的位置 列跟藍之間的關係 顯示 看你要怎麼顯示 那當然你 營業處跟年度跟月份 可不可以顛倒 那也可以啊 你顛倒一下 它就有點方向轉換而已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老闆又問 在九十月的地方 他要希望多增加一個什麼呢 業務員 我希望哪個業務員最認真 他的這個業績表現如何的話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需要幾個資料 各位可以看一下 九十月的上面這裡 首先我只把這些勾選掉 因為我不需要月份 然後我只是會需要知道